1988年,安徽博州逢庙村的村长敲开了老葛家的门 葛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葛宝瑶,老二叫葛宝田 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父亲,葛家兄弟都40多岁了 由于家里太穷,一直没有结婚生子 村长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征求他们的意见 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收养一个女婴 葛家兄弟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没人会把孩子交给家境贫寒的光棍兄弟 一直到40多岁,身边都没有一儿半女 这让他们很担心以后谁来养老送中 听了村长的提议,兄弟俩马上就答应了 孩子来到家里,他们才知道带孩子的不义 为了让孩子吃饱,葛宝田每天都去装土 每车赚三块,他一天大概能赚30块钱 就够孩子一个多月的奶粉钱了 25年后,孩子为了报答养育之恩 甘愿付出所有也无怨无悔 村长为什么会把孩子交给葛家兄弟照顾 25年后,被收养的女婴是如何报恩的 如今葛家兄弟和长大的孩子 过着怎样的生活 我们一起走近安徽两兄弟和被收养女婴的感人故事 1988年3月,安徽博州冯庙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生了个女儿 这家人已经有五个孩子 刚刚出生的女婴是老六 家里人口太多,所以生活拮据 并且重男轻女思想严重 父母看到又生了个女儿 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他们并不想要这个孩子 就想找一户为人正直善良的家庭 把孩子送出去 他们找到村长,想让村长帮忙找找看 有没有合适的人家 村长马上就想到了葛家 葛家老大葛宝瑶出生于1939年 老二葛宝田出生于1942年 葛宝瑶治理不大好 所以父母才生了葛宝田 希望他们兄弟俩能有个照应 这个家的生活开销 一直是葛宝田负责 葛家的经济状况也十分拮据 他们兄弟俩和80多岁的父亲 住在年久失修的土屋里 虽然家里穷 但是葛家两兄弟是村里出名的孝子 父亲患病多年 一直是兄弟俩照顾 从未有抱怨过一句 他们之所以一直没结婚 就是因为家里太穷 女方一听说葛家的条件 就不打算再和他们发展下去 就这样兄弟俩的婚姻一拖再拖 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们膝下无儿无女 两人开始为日后的养老问题发愁 兄弟俩很想收养个孩子 可是家里太穷 没人愿意把孩子交给他们养 村长说的一番话 让兄弟俩喜出望外 他们毫不犹豫 就同意收养这个孩子 两人答应得如此干脆 就连村长都没有想到 村长再次来到生女儿的这户人家里 告诉孩子的父母 老葛家愿意收养女婴 还说道 虽然他们家里穷 但是兄弟俩都是善良的人 这些年没有结婚 一直都想收养个孩子 把孩子送到葛家 孩子一定不会遭罪 村长的话 让孩子的父母吃了一颗定心丸 同村的人知根知底 以后还能见到孩子 虽然葛家很穷 他们也知足了 也算是给孩子找了个不错的归宿 父母表示 第二天就可以把孩子送过去 村长促成了这件事 心里自然非常高兴 第二天一早 他就和孩子父母 把女婴送到葛家 葛家两兄弟 十分期待孩子的到来 两个年仅50岁的光棍 从来没有照顾过孩子 孩子被抱来以后 虽然他们很是兴奋 家里也比以前更欢乐 可是照顾孩子 成了兄弟俩最头疼的问题 孩子刚出生需要喝奶粉 可是每罐奶粉要五六块钱 一罐奶粉只能吃几天 孩子吃饭需要一大笔开销 这让原本就贫困的葛家 越发雪上加霜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兄弟两人分工明确 葛宝田身体较好 在外赚钱养家 葛宝瑶就承担起 在家里照顾孩子的责任 葛宝田听说 给拖拉机 装土工资不低 装一车土是三块钱 为了孩子能吃得更好 营养更充足 葛宝田每天都起早贪黑 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力气 葛宝田每天都能装实车土 几乎是所有工人里 手脚最麻利 自然也是赚得最多的 大家都很羡慕葛宝田 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么做都是为了女儿 他们全家人都不舍得花钱 家里最大的支出 就是给孩子买奶粉 孩子满月的时候 葛家兄弟给孩子起名 葛宝花希望这个女孩 未来可以像绽放的花朵一样 充满生机 拥有灿烂的明天 葛宝花渐渐长大 也学会了开口说话 葛宝田就是他的爸爸 葛宝瑶是他的大伯 他们还记得 葛宝花第一次开口叫人的时候 两人心里都像吃了蜜糖一样甜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随着年纪增长 葛宝花越来越懂事 他知道家里的生活不易 爸爸和大伯都很辛苦 葛宝花很是心疼他们 只要自己能做的事情 他一定不会麻烦大人 有时候放学回家 他还帮大人们做家务 可是爸爸和大伯 总舍不得让他干活 每次都劝他赶快去学习 可是葛宝花并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 他始终想帮爸爸和大伯多做点事 1996年 葛宝花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 上学要花不少钱 有人劝葛家兄弟 女孩子不用读书 可是兄弟二人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他们两个人都没文化 绝对不能让孩子再步他们的后尘 就算家里再穷 他们也要让葛宏花读书 葛宏花上学前 葛宝田特意为他买了新书包和文具 葛宏花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他知道家里的情况 买这些东西 家人一定是攒了很久的钱 虽然他很喜欢新书包 可是他更心疼爸爸和大伯 葛宏花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 从上小学开始 他的学习态度就非常认真 每一节课都专注听讲 老师布置的任务全都按时完成 他听老师说过知识改变命运 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未来要让爸爸和大伯多享享福 所以读书是最有用的 葛宏花上学之后的花销更多了 可是葛宏田年纪越来越大 很多体力活都力不从心 葛宏花每学期学费80块钱 都是葛宏田慢慢存的 有时候看到谁家办喜事 他就上门放鞭炮 这样就能得到几块钱 虽然钱不多 可是却能积少成多 葛宏田去的人家多了 存的钱就越来越多 葛宏花的学费就是靠父亲这样1.1滴攒出来的 葛宏花知道两位父亲的辛苦和不义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葛宏花学习一直都很刻苦 老师也经常表扬他 他把表扬当成进步的动力 葛宏花不仅学习好 在家里同样乖巧懂事 是大家公认的别人家的孩子 他总是告诉自己 一定要成为家人的骄傲 2005年 葛宏花马上就要中考了 可是这个时候 大波患了脑血栓 必须要人照顾 葛宏田每天都要在外赚钱 回家之后还要照顾哥哥 葛宏花放假回家 看到卧病在床的大波 和越来越瘦的爸爸 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这时候 葛宏花主动提出 休学照顾大波 葛宏田开始并不同意 他这么做 可是葛宏花坚持要在家里照顾大波 葛宏田看女儿下定决心 他也只能同意了 葛宏花休学这一年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大波生病期间 葛宏花就想好了 如果他一直卧病在床 自己就照顾大波一辈子 就像小时候大波照顾他一样 自从葛宏花休学 葛宏田每天工作回来 都能吃到热饭 在他的照料下 葛宏瑶的身体渐渐好转 葛宏田也比之前胖了一些 这时候葛宏花才安心地回学校读书 葛宏花底子身后 即使是休学 依然在中考取得优异成绩 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 萌成第一中学 葛宏瑶得了脑血栓 葛宏田挣的钱 根本不够全家的花销 他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葛宏花读高中之后就住校了 所以葛宏田要更努力赚钱 葛宏花只能在周末回家 一回家他就开始做家务 也好让家人轻松一些 葛宏花甚至考虑过退学去打工 可是转念一想 大波和爸爸最想看到的 就是自己靠知识改变命运 如果现在辍学 那么他们该有多失望 他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读书 将来让家人过得更好 当地政府了解到葛家的困难 帮他们申请了低保 每月都能拿到几百块钱补助 虽然钱不多 可是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 拿到低保之后 除了日常生活的花费 葛宏田把钱都存起来 留着给女儿交学费 未来他还要上大学 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 2009年葛宏花参加高考 葛宏田担心女儿会紧张 还专门陪着他来到县城考试 葛宏花一直都想做教师 所以他报考的都是师范学校 最终他也如愿考上了博州师专 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葛宏花考上大学 大伯和父亲甚至比他还要高兴 葛宏花一度觉得自己没发挥好 可是父亲一直安慰他 有了父亲的开导 葛宏花渐渐走出失落的情绪 葛宏花上大学之后 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原来他的亲生父母 看到女儿有出息了 就跑来想和他相认 葛宏田兄弟俩都是实在人 虽然这些年早已将他当成亲生女儿 可毕竟葛宏花还是别人的孩子 他们也不能阻拦孩子和父母相认 可是葛宏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 葛宏花并不愿意和亲生父母相认 即便父母现在的生活条件 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 可是他更在意养育之恩 在他心里 只有葛宏瑶和葛宏田是自己的亲人 父母来找他的时候 葛宏花甚至不想见他们 看到女儿没有好脸色 他的父母也知道 当年对不住女儿 只能尴尬地离开了 葛宏花的态度 让大伯和爸爸都十分惊讶 他们打心里觉得感动 这些年的付出没有白费 他们养了个好女儿 葛宏花大一的时候就获得了奖学金 他知道两位老人一直想买电视机 这么多年一直都不舍得 拿到奖学金的第一时间 他就还清了外债 又给家里添了一台电视 虽然他们嘴上说浪费钱 可脸上却是掩盖不住的笑容 只要大伯和爸爸高兴 他就觉得开心 葛宏花大二的时候 葛宏田得了脑梗塞 可是他并没有告诉女儿 葛宏花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 觉察出父亲语气不对 不管他怎么问父亲 都说自己没事 葛宏花很了解父亲 为了不让他担心 很多事情他都不会说 他请假回家才知道 父亲的情况这么严重 于是葛宏花请假在家照顾他 过了一段时间 父亲的身体逐渐好转 葛宏花才能松口气 当地政府知道他们家的情况 就让葛宏田兄弟俩到养老院生活 那里有专人照顾 葛宏花也可以安心上学了 2012年葛宏花大学毕业 他早就想好了 即使工作了 也要留在亲人身边 所以他准备在老家参加招教考试 葛宏花果然没有辜负家人的期待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 正式成为一名教师 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500元 他马上就去给两位老人买了新衣服 而自己却舍不得买新的 2015年 因为工作表现优秀 他被调到蒙城县副小联盟学校工作 他一直都想和两位老人一起生活 也能在他们晚年的时候 近一点笑道 葛宏花申请了公租房 把老人接来和自己一起住 父亲和大伯的身体都很不好 总是需要吃药 有时候情况危急 还要住院治疗 葛宏田脑梗越来越严重 住院期间要吃进口药 营养液和人血蛋白价格高昂 一天的住院费就高达1800多元 葛宏花的经济压力日渐增长 能借钱的人他都借变了 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他开始做兼职 好在一个月后 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 出院回家以后 葛宏花自学护理知识 更专业地照顾两位老人 葛宏田因为生病 意识已经不太清晰了 有时候甚至不认识葛宏花 葛宏花绝对不会放弃两位老人 他的态度始终是 他养我小我养他老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80多岁 葛宏花把所有精力放在工作和照顾他们上面 他至今都没有成家 葛宏花觉得现在这样的状态就很好 2019年 葛宏花和两个爸爸的故事被媒体报道 大家都被他们的故事感动 因此他收到很多赞扬 可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特殊之处 他做的是一个女儿对父亲应有的照顾 葛宏花表示 只要两位老人暂时一天 他就会尽一天责任 就算工作再累 回到家看到老人平安健康 他觉得一切都值得 在他心里只要两位爸爸在 他的家就在